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这没有那没有咱们今日点击 大家很多消息都不知道 当什么东西都不知道的时候 基本上就跟给流放的那概念差不多 这个非常清楚 但是从另外一点说 媒体的一个最最关键 我觉得什么专业这个那个全都是附属的 最关键就是把真实的一面告诉咱大家伙 大家伙凭借自己的经验 凭借自己的智慧 凭借自己生活当中的所有的经历 来判断这件事情应该是什么样 这也对我们大家伙呢 是个尊重 这是我们通常这么讲 但是我们也说过 大陆的媒体是宣传 新闻是宣传的资料 素材 有了素材 有了中宣部的指导 大家一宣传 把大家伙的所有的脑子里呢 就一块砖一块砖一块砖就雷起了一个万里的长城 或者说又雷起了一个万里的这个柏林墙 形成了我们处理事情的这种方式方法的观念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党在洗脑过程中 它最最关键的一点 其实在海外呢 在我们中国人的全罗当中呢 有三个媒体呢 独树一致 回复到媒体本来的面 那不得不说我们新唐人 还要说大纪元 再有希望之声 网上恰恰有一篇文章 介绍在华盛顿DC大纪元的一个活动 美国政要的名流云集谢尔顿酒店 庆祝华府的大纪元九周年 11月13号晚上 美国大华府地区的政商店名流呢 汇集在靠近华尔顿的阿灵顿谢尔顿酒店 那庆祝华府大纪元时报创刊 九周年场面非常隆重 那华府的分社所在地呢 叫马里兰州格底斯堡市 特别命名呢 2009年11月13号呢 为大纪元日 那来的嘉宾当中呢 有其中美国前驻这个丹麦的大使 他的名字叫做查理 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呢 是这么说的 我希望大纪元时报 还将会有更多更多的九年 现在在中国大陆 和一些其他国家 还有严重的迫害人权的事情发生 那很高兴我们能有大纪元时报 它是一个非常具有专业性 开放性的重要新闻媒体 信息的透明化 面对权利 也要讲真话 这是一个重要的改革 大纪元时报在世界各地呢 都在实践的这个原则 特别是在中国地区 他接着说 完全可以预见到将来 大纪元时报将会将其阳光呢 普照到世界那些更加阴暗的 更多的角落之中 那会促使世界领导人 汇集在一起讨论 解决问题的方案 并将这些方案付诸于实施 同时也将促进 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社区 在那里 人们可以自由的 和平的 氛围当中进行发展 在民主的前提之下 实现他们每一个人的 自己的梦想 那他也接着说呢 在这里呢 我庆祝大纪元时报 正在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就是倾听和平的声音 倾听那些在迫害面前 勇敢的站出来的人们的声音 并和那些一起努力 为世界创造乐观与希望 使得更多的人 能够在自由中生存 有了这样的精神 即使在目前的经济危机之下 大纪元时报 也将会继续的生存下去 目前在华府的大纪元时报呢 中文报纸呢 每周有四天 而英文报纸呢 每周呢 有一份报纸 而所有这些报纸呢 每天都将被送到 整个华府地区的 这个议员的桌子上 办公室里 而另外一位 美国的国会的众议员 叫做比里瑞克斯 他在贺词当中是这么说的 因为你们热爱新闻自由 使得中国数以百万人的声音呢 能够听到 他们面对危险 捍卫自由的勇气 和你们对抗暴政的那种决心 将涌载使策 那些出于恶意 重写历史的人 必将失败 他说 我将知道 大纪元将战胜 侵害人权者 取而代之的是 真善人 而你们完成了 在大多数人看来 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再次真心向你们取得 非凡的成就呢 表达自己的敬意 我知道 大纪元将永久留存下来 而另外一位美国的国会预言 叫做罗斯科 他写来的贺信当中是这么说的 我的办公室 把大纪元时报 作为了解中国问题 值得信赖的新闻媒体 大纪元已经成为西方世界 正要的 珍贵的 宝贵的 新闻资源 随着中国不断寻求 世界瞩目的地位 为其他发达国家 提供有关中国 在人道和主权方面的信息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 中国官方控制的媒体还达不到可以接受的那种透明度 因此这个重任就落在了大纪元时报身上 而大纪元的总编郭军女士呢 在这个庆会上呢 是这么说的 面对全球的经济的衰退和报业的萧条 也有少数逆流而上的媒体 这其中大纪元时报就是佼佼者 大纪元是少数不受经济波动 而一路发展的媒体 而目前呢 大纪元呢 到2009年呢 一共有11种语言 那他在全球每周的发行量呢 高达200多万份 那全球设有中英文的分社呢 高达40多家 遍布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 都有记者 发行地呢 涵盖了全球30多个国家 为数众多的国际城市 特别是中文的大纪元 基本上有华人的地方 就都有大纪元了